近年台湾人风露营,但是屏东的露营用品店并不多,民众常到外线市或是上网订购,不过现在屏东市开了一家露营用品专卖店,不论是帐篷、桌椅、炊具、灯具等各类露营所需装备,这间店通通都有。 业者黄新龙原本从事水晶虾养殖,他说三年前一场美好的露营经验,让他开始名上这个活动,这几年已经有50多次露营经验,后来更新奇想将工作与兴趣结合的念头,于是筹备多时,陆续补齐商品,希望提供露营经验结好的用品给路友。 户外活动会,就是让人家觉得很放松,然后露营的人非常友善,就把这个兴趣跟工作上结合,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 爱上露营的黄新龙与妻子红秋兰,共同经营这间露营用品店,即使开店后,仍热衷到各地露营,所以他们对装备有深入的研究,后来更自创品牌,发挥巧思,设计多款实用桌椅。 我们有自创品牌啊,像这个桌子,它是原木,原木做的桌子,然后它的功能性,它可以砍入这个雷锯,然后它可以做伸缩,它可以做伸缩,然后没有缩的话,它就可以缩住。 红秋兰说,虽然店面不大,但露营用品一印俱全,绝对能满足陆友的需求。 店里的东西其实种类蛮多的,四五百种,那我们的商品就是以贴木,然后营柱,木桌,装备袋,地垫这些,那其实还有很多,比如说是,这些网块,裹网瓢盆这些户外都用得到的东西,然后计划灯,露营灯这一类都有。 全台风露营,有不少人也想体验这项活动,黄信龙建议新手,第一次露营,觉得要选择有干净卫浴设备的营地,才能有个美好的经验。 另外有很多家长会为了要带孩子去露营,要帮他们准备什么,打发时间的东西而伤脑筋。 他建议家长不需要特别准备,因为孩子适应大自然能力家,会自己找乐子,只要带着愉快的心情出发,就能享受在野地露营的乐趣。 评论新闻,张荣一,柳建荣采访报道。